霹靂小组鹤枪实弹 来到林姓祖贤经营的债务协商管理公司 嫌犯来不及反应 乖乖就范 警方上楼 发现犯案用了高尔夫修杆 和被害人本票等证物 被害人因为还不出两万元债务 他们就到对方住处骚扰 张贴欠债不还等字条 甚至暴力讨债 而祖贤都吸收标型大汉的成员 其中27岁肖信共犯 还曾经是拳击国手 这是肖信共犯之前 在国内参加总统杯拳击锦标赛的画面 他101年就读高中时 赢得高男组第七辆级金牌 隔年入选国家代表队 他在左营训练中心 穿上中华台北训练服的自拍照 显得信心满满 没想到几年后 沦为讨债集团打手 他还向警方透露 觉得这样子赚钱比较快 全案讯后一 违反华业自由恨罪 一送台湾电群侦办 并经起诉证案 警方强力扫荡暴力讨债集团 曾经的金牌全手 断送前程 令人唏嘘 我是新华罗的杨冲颖台中报导 哈喽我是叶鸣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华氏新闻